据纽西兰STARF网站,英国《每日邮报》3月8日报道。 当地时间3月8日上午,纽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南部发生一起车祸,造成三名中国游客死亡,另有五人重伤。 事发上午10点55分左右,一辆继承车和一辆四驱汽车在布拉玛尔路相撞。 中国领事馆发言人向STARF透露,遇难者身份已确认为三名中国游客。 圣约翰医院发言人杰拉德·坎贝尔表示,三名伤势严重的人,被直升机送到达尼丁医院。 另有两名伤势上清的人,被救护车送往提玛鲁医院。 据说,四驱汽车上的乘客是伐木工人。 所有乘客都系住安全带。 继承车上乘坐的是五名中国游客。 他们是一家人。 有关部门在出租车后备箱里,发现了两个行李箱和几个包。 车基本上被毁了。 Brimar Station Sheriff's Lodge酒店老板Hermish McKenzie告诉媒体称。 一些游客和伐木工人的车,发生了正面相撞。 McKenzie说,我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情了。 当你在离家这么近的地方,看到这类事情时,你肯定会感到震惊。 由于这条碎石路上,有很多死角。 所以在这条路上驾驶十分危险。 周五下午,南区卫生局发言人Nick Lodge表示。 一名病人情况危机。 一名情况严重。 另一名患者仍在接受评估。 南坎特伯雷区卫生局发言人说。 被送往提马鲁医院的人要求保密身份。 因此无法获得最新情况。 消防和紧急情况纽西兰发言人安德鲁诺里斯说。 当时有12名消防员被派往现场。